好,现在这个5是我们60x80的油压机 这边是60公分,这边是80公分 好,这是我们一个汤花机的一个面板 这个面板,这个是二合一,正能二合一比较 首先我们按一下这个SET键 第一次的话就是变成5,上一排变成5H的时候呢 就是设定温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向上键头来增加温度 也可以按向下键头来减少温度 一般210度就可以了,汤温汤是最好的 然后再按一次SET键第二次的话 上台第一排的话就变成了5到F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需要的那个时间 一般可以按那个向上键头来增加时间 和那个向下键头来减少时间 好,设定完成之后呢,一般都是25秒钟 然后再按SET键最后一次,第三次完成设定 好,设备已经升温到210度了 那这个呢,是手动能转换开关 当那个按钮呢,打到左边的时候呢 是手动状态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按这个绿色的那个 手起轮开关来那个烫化 那当这个按钮打到中间的时候 是一个空档 这个时候设备是不会烫化的 也是很安全的 当这个开关往右边转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自动状态 那这个时候当下工作板高达那个 这个中间的台面之后呢 设备就会自动烫化 那这个呢,是那个一个集挺开关 当我们需要工作 它不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按一下这个集挺开关 那设备就是马上停止工作 如果想那个设备重新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那个再按一下 它就会反弹回来 然后那个烫化机就会重新工作 那这个是一个电源按钮 这个是一个计数器 这个设备呢 每烫一次呢 它这个计数器就会增加一个刻度 那如果你想它清零的话 就可以按一下这个按钮 这个就会清零了 好的,这个是发热板 发热板 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发热板是吞了铁服的 很厚实的 那个 这个是一个那个接触开关 就是说当这个下工作板 接触这个的时候 这个设备就会烫化 这个是一个铝板 我们下铝板都是很厚的 这个是一个烫毯棉 高温烫毯棉 非常的厚实 这张是羊毛毯 可以使烫化效果更完美 好,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机器 这个是迪伦 迪伦烫化 迪伦那个布 首先我们把迪伦布铺好 铺好之后呢 把这个升滑纸 图案面向那个布 铺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设备 卡到手动状态 左边是手动状态 好,我们把这个推过来 换到位之后呢 按一下这个绿色的 手机灯开关的话 设备就可以工作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温度表呢 就开始倒计时吧 从25秒钟到90秒钟 当这个扩度值变成0的时候呢 这个发热板就会自动抬起来 非常的方便 然后发热板马上就会抬起来了 这个烟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升滑纸上面是墨水 那墨水转烟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些水蒸气是正常的 因为墨水本是一式一体的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烫滑效果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的虚眼漂亮 好,看一下 好,现在我们再测试一下 这个设备在手动啊 在自动状态是怎样的 一个烫滑效果 好,那首先呢 来把这个设定一下 当把这个手动转换 打到右边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自动烫滑 一个状态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布呢 铺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布是一个底顿布 排名量低50%的底顿布 这个是一张升滑纸 我们把升滑纸面向这个图案呢 图案面向布呢 扑下来 这样的布吧 那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手握这个 把手把握住掉 当接触到这个下面的一个开关之后 有感应开关之后呢 这个上面有感应开关 那这个设定就可以往下加压烫 那这个时间呢 一会儿我们倒就湿了 从二十五转 就能变成零秒钟 刚到零秒钟之后呢 这个发热板呢 就可以放在一起了 非常地方便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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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说的 这边呢 这个生花籽 有墨水 它预热 蒸花的一个烟水 热气 大家看一下 这个汤花五万一 完全到这个直升 你看一下这个汤花效果 非常漂亮完美 看一下 很漂亮 虚艳濃密的 每个位置都烫得很好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